台北股市早盘是以早涨42点开出 冲破了9000点的大关 不过呢随即有一股力道 将整个大盘指数往下拉 目前又跌到了9000点以下震荡 而最新大盘走势 我们立刻临线记者林一杰 一杰 好的主播 台北股市在早盘的时候 9点01分主作 又是直接突破了9000点大关 来到90002点70点 这是创下了34个月来的新高 也是台股最近三年来第一次看到九字头 因为上一次已经是2011年的6月了 不过呢大盘随即有一股力道指数是往下拉 目前又跌到9000点以下震荡 大概在现在在8965点左右 其实主要受惠于美国股市前一天涨多跌少 再加上台股全职股台积电17号法说会是试出了利多的讯息 所以台股早盘其实是靠台积电带头往上冲 在带领电子股都是有上涨的这个状况 那目前台积电的股价是来到121块左右 大概涨了1.67% 不过呢现在外界在看 就是说上了台股上了工上9000点后 因为立刻碰到了获利卖压 所以指数现在跌到9000点以下 不过看到说台币汇市方面是持续的升值 也是代表说外资继续流入台湾 所以股市专家是认为还是有机会站稳9000点 至于外资方面的动作能否连续20买超 也成为市场重要的信心指标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主播 好谢谢一杰带来的最新谈示